接下来呢 在写之前呢 咱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其实结构很简单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左右结构啊 对不对 左边是我们的一个大类型 右边呢是一个什么 一个商品数据 再加上有两个什么 好像是下拉菜单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他们的一个比重大约占多大呢 左边这块呢 应该是一个标签左右 对不对 也就是25%左右 对不对 那右边呢 应该就是75%左右 是不是 那之后呢 左边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右边呢 除了这个基本的列表以外 还多了这样的一个头 是不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块块来 不用着急 不要想着一下 全都搞完了 对吧 对吧 他说气有了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写左边呢 那你就在这可以写什么 是不是 左边的什么 大类型导航 对不对 之后呢 怎么办呀 啊 来这边看看呗 那来到这呢 这左边的导航 这原来写了 是不是 把这个改一下 改成咱们的格式 对吧 这边呢 是一个什么 是吧 左侧大类型导航 那这块就有一个标签叫什么 Aside Aside完了里面就什么 UR UR里面 RI RI里面什么 A标签 对不对 再之后就到点V了 和咱们是不是就没关系了 对不对 那首先咱们有一个标签 A边解它的宽度 你看是多少 是不是2.5 对不对 那这会就可以写了什么 Aside标签 对不对 照呢里面有个什么 UR UR里面呢 RI RI那肯定是怎么出来的 是不是放出来的 对不对 然后RI里面有啥呀 是不是他能点A标签啊 对不对 A标签里面是什么呀 啊 是不是就是咱们这个Foodtype呀 Foodtype它有啥呀 是不是 Type内容 是不是 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咱们试试吧 看这页面能不能出来 来到我们这边 把服务器干什么 是不是重启一下了 Restover 9000 走一个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来干什么 是不是点击闪购啊 那你看 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们这个小榜新品长线 优选水果 是不是 那这个呢 它左边好像是不是有黄点啊 但这黄点 其实本质上不应该所有都点啊 因为以前做的时候也比较粗糙 这个应该是我们选中哪一个 哪一个才有这黄点的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个黄点呢 咱们一会再讲 这个黄点呢 样式应该和咱们这块应该是挨着的 它叫什么呢 叫做说yellow slide 对不对 那如果咱们想加的话 你说再讲一下 咱就在li里面去直接干什么 写个span 加上一个class 叫yellow slide 看能不能出来 如果能出来 咱们一会改在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来到这边干什么 刷新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就都有黄点了 但是这个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一会想要的是什么 只有我们选中的那个 他有黄点 是不是 那左边呢 是不是就搞定了 那之后咱们是不是该右边了 那这块是不是就右边啊 div 然后里面有个什么 有section section是不是片段呀 对不对 那片段 接下来有个什么 navy navy呢 这个什么 全部分类综合什么 综合排序这一块的 里面有两个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再之后呢 咱们把这玩意修整一下吧 到这呢 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之后呢 咱们是div里面带了一个section section里面呢 有什么 这块你看 它的一个宽度是多少 什么7.5RM 那这块实际上 这个div带section 这是什么 是不是右侧的什么 商品数据内容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再之后呢 这里面就有了什么 什么top navy 然后ul 那这块实际上就啥呀 是不是咱们这个 右侧的顶部导航 是不是 那这里面都有两个 navy有ur ur有ri 然后呢 里面还有什么last child 然后navy urri 然后接下来就sectionmanual了 对不对 和咱们这块 好像是不是就没有直接关系了 是不是 那接下来这咋这个呢 咱们就来写呗 咱们应该有一个什么 div 然后里面带个section 咱们最外侧有div 这个section 是荷尔赛的同级 还是说荷尔赛的有一个div 然后写section呢 对不对 这个咱们可能还不太清晰 对不对 不太清晰怎么办 就试一下呗 就写一个div 然后写一个谁啊 嗯 写个section 对不对 那section里面有啥玩意儿 是不是有navy啊 navy里面有啥呀 啊 urri ri里面的就是我们的什么 是不是这个spy呀 对不对 那 navy 里面有ul urri里面有ri ri里面什么 spy 第一个呢叫做什么 全部分类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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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重帝 第二个呢叫什么 东核排序 是不是这样一玩意儿 那这会咱们这个玩意儿是不是就写好了 那你试试家伙 看着能不能用吧 来到我们那边上刷一下 有了吗 是不是有了 那这会呢好像他有没有什么bug 哎 在咋了 好像有bug对不对 是不是 那咱们清空缓存的重新 重新加带 因为咱们说了 这个样式很有可能是样缓存 哎 你看有吗 是不是 没了 是咱们出问题了吗 不是 对不对 就说以后这itmr出问题了 你要先想着清缓存 缓存不好用了 再干什么 关着服务器 换个端口再起 知道吧 之后再想着去修大码 不要上来就修大码 知道吧 听明白了吗 那这块好像少了点什么 你看他这好像是吧 有一个这箭头呢 咱们咋也没有啊 没有写 那这下箭头咋多呀 咱们 右箭头可以用个什么大块号啥的去写 是不是那这种下箭头呢 啊 这下箭头呢 实际上是一个字体图编 字体图编呢 是在哪来的呢 Botstrap里面 那咱们需要去Botstrap往那上去干什么 是吧 找一个这个下箭头的字体图编啊 来到我们Botstrap这儿 我们来到这边 给他找一下字体图编 组件里面 对吧 下箭头 对吧 下箭头在哪里 左右的 这说一下的 那我们这块这玩意怎么搞 copy下来 对不对 拿字体图编怎么用啊 在我们这边 你应该给他加一个span 然后span里面带一个class 对不对 是不是 这样行吧 喂一个 这样搞不 试试吧 看能不能行 刷新 有了吗 有了 对不对 这样做的吧 那这边呢 是不是也这样 那来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来刷新一下 看看是不是就OK了 现在这个是不是完美啊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写下面这个数据了 下面这个数据怎么多呀 啊 那往后看呗 urri这块完了 gis section里面有个menu menu里面有ururri 然后里面有aumh这一大串子 是不是 那这是啥呀 这一块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一个商品数据啊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块怎么处理 商品数据menu menu里面有urri 对吧 那是在哪里面呢 是不是在section里面啊 那也就是我们是和navi是同级的吧 是不是 manu ul for 然后呢是goozlist 然后呢 是不是ri啊 然后ri里面我们要做什么呀 啊 ri里面呢 接下来就是 a表情 a里面有amage 对不对 a 然后呢 amage amage里面 amage里面 你要写啥 啊 是不是咱们这个gooz点什么 有prodact amage吗 是不是有啊 之后呢 这块你放一个什么prodact的一个什么 这个gooz点 prodact 狼内幕 狼内幕 我记得内幕好像是有空的啊 狼内幕 那之后呢 咱们这块这个最基本的样是不是就写好了 来走一圈刷一个 一个页面呢 呀 咋了 诶 说又bug了 怎么办 又击 先清缓存 是不是 那我们发现他好像真bug了 是不是 那这会儿不搞 搞不定怎么办 换个单口 对吧 那咱们写9001 是不是 来到这边呢 是不是换成9001了 那我们发现他好像真bug了 真bug了 那我们这块儿可能出现的原因在哪呢 啊 咱们先前说了dvsection 这个dv到底是指的咱们外层的dv的 还是直接指的咱们这个section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dv可能是多余的 我们把这个dv干什么 去掉 对吧 那下面的dv是不是成这的 干掉 干掉之后呢 来到页面上干什么 右肌 轻功晃动 硬性重心加载 诶 怎么了 好像没有生效 对不对 Ctrl C一个 换回902 对吧 再来一个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怎么办 那就换到了多少了 是不是902了 走一个 发现 怎么了呀 好像不管用了 对不对 那你说这就是大处理啊 啊 商品数据咱们也拿了 对吧 那这边呢 它和我们预期的就是有一些什么 差别 对不对 那拿着 dv把代码先给它格式化 对齐一下 看代码有没有问题啊 那咱们现在使用的是section 那位 那位里面有manual 对不对 然后呢 咱们来这个样式的 再来看一下 咱们写的是 sectionmanual 然后上面是 sectionmanual dvsection 这是右侧的 对吧 然后section里面呢 咱们有manual manual里面有ur ur里面有r 有a 对吧 是不是 没写错吧 a里面也没这 有问题吗 section里面有manual manual里面ur r 可能有dv 也可能没有 是不是 是不是 因为咱们最外层是不是dv啊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看哪呢 看我们这边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一块呢 咱们的一个定义是dv dv里面是 左边一侧 对不对 然后右边一侧 对不对 啊 我们发现这个section 他干什么了 他说自己跑到这个哪儿去了 是不是最下边去了 那为什么跑到最下边去了 看看他的属性 对不对 那这里面就有啥呀 dv section 然后这个section 就是什么 wide float right 这块有一个 右浮动 对不对 是不是 再之后呢 这position relative 它是一个什么定位 是一个相对定位 对不对 再之后呢 这有什么 hat 百分之百 overflow 然后pending 之后呢 咱们再往后看 这有一个什么 clear 哎 这好像写错一块 看这块 这三个身边有一个什么 clear boost 哎 你看 他的出错的一个原因在哪儿 啊 啊 出错的一个原因在于 这块上有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轻缓存呀 对不对 这三个身边是不是有一个轻缓存呀 看 他一轻缓存 是不是就不允许他边上的存在 轻浮动 他边上就不允许存在什么 什么浮动呢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块这块我们也把这轻浮动干什么 是不是给他干掉 对不对 那怎么把这个轻浮动给他干掉 那咱是不是自己有一个section啊 来到 谁 你给他设置一个轻浮动属性不就完了吗 咱们这个section 他应该有一个什么呀 section啊 section 这是不是section 咱们应该给他来一个什么 是不是clear啊 那clear轻浮动还轻吗 咱们 不轻 对不对 因为咱们左边是不是要有浮动感速的 是不是 那之后怎么办 来到我们这边 又接轻空缓团硬硬硬中心加载 对吧 哎 你看 是不是就好了 完美 是不是 那页面出错了 第一块我们去排查服务器的异常 如果服务器没异常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审查元素 看到底是哪个 哪个属性 让咱们的页面变乱了 出问题了 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这样排查 那这个商品有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啊 商品有了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显示商品的页详尽信息啊 对不对 那商品的页详尽信息多少 什么三元青东方桃 这个大标题呗 是不是 来到我们这边呢 啊 左側的好像那块都有了 三个是manual有了 ul li a标签 这些是不是有了 接下来呢 就是是不是要看我们这个什么 是不是商品详细信息啊 对不对 也就是商品音份吧 这块的就是商品详细信息 是不是 商品音份 然后里面第一个标签什么 是不是h6啊 对不对 那我们这块应该有一个什么 和谁对和谁去对应的呀 啊 和谁去对应的 哎 里面有个amage 接下来呢 应该是不是和这amage去对应的 对不对 你写个大批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给他来一个class叫什么 商品音份 是不是 之后呢 这里面第一个标签是个h6 h6里面 放的是啥 是不是咱们这个固子的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名字呀 和赞特朗内姆 对不对 来到我们这边呢 我们来干什么 刷一下 右击 轻光缓存 硬硬硬中心加载 那你看 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不是 达里原好吃点 是不是 是不是 这就都有了 那这个有了 接下来呢 我们还觉得什么呀 啊 那第一个h6有了 再之后 往后看 除了这个h6以外 咱们还有啥呀 这有什么 detail tag detail tag啥呀 刚才这个好像有点小问题 有个小问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啊 我刚才好像看到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是不是好像折行了 他这边有折行了吗 没有 他好像是不是点点点了 对不对 那这块 那咋回事啊 那 可能是咱们这个p标签呢 不太好 对不对 这个关系呢 不太友好 咱们给他换成谁呀 DNV式 换成这种什么 盒子容器式 是不是 你刚刚写p的时候 他有点发黄 现在呢 是不是不黄了 右肌 是吧 轻功缓存 硬硬硬中心加载 他现在是不是就不折行了 是不是一抄了 就点点点了 对不对 因为那个p标签的是什么 他是不是这种包裹型的标签啊 对不对 而DNV什么呀 他容器性 可以直接限制宽告的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给他来一点什么 内容一出 就让他点点点去 是不是 对不对 那接下来继续了啊 大家的系列表签 detail tag 然后里面的detail tag 里面有span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 span first child 这几个都是红的 对不对 那这块接下来是啥呀 那咱们刚才写完这个标题 标题完了是不是应该就是这玩意啊 对不对 那这也就是我们那个detail tag呗 那detail tag怎么搞呀 在我们这个h6这你写个p标签是吧 给他来一个class叫什么 detail tag是吧 然后给他来一个什么span 那这个叫什么 精选 是不是 再然后再给他来个span 是一个红点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这个商品呢 本来是有一部分精选 一部分非精选 但是抓数据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们全都是非精选 然后为了让这个样是好看的 我就给他加了一个 所有的都变成精选了 是吧 那这边咱们来看一下 右击轻功缓存 硬性重新加载 那我们发现所有的数据 是不是都变成精选 变成这个样子了 对不对 那再之后呢 之后是不是就有他多少刻 多少刻一瓶啊 对不对 是不是他这个描述信息啊 那既然来到这呢 我们这块呢 再给他搞一个标签的吧 看有没有描述相关的 描述相关的是什么 是不是unit呀 对不对 单位是吧 那来到我们这儿 我们怎么做 是不是再来一个p啊 来一个class叫什么unit 那这玩意怎么描述的 是goose.r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什么 什么pmdse啊 但是我刚才跟大家 我记得说过什么呀 我说把一个属性写反了 应该是spicyfence了 是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来到我们这儿 接下来怎么 刷新一下看看 这玩意对不对啊 又接轻功缓团 硬性重心加载 那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有了 是不是 多少刻多少刻的 对吧 那再之后呢 该到哪了 是不是又到价钱这了 那价钱这儿 往后看看呗 价钱这儿 是不是price啊 price里面就有spy 还有gars gars啥呀 啊 s是不是就是画线那个呀 对不对 那来到我们这儿 我们就怎么怎么来做呀 啊 是不是 再来个p标签 这p标签里面呢 p标签 然后这里面有个class 叫price 是不是 之后呢 这里面有spy 然后还有s 对不对 s应该放的就是谁呀 啊 是不是marketprice 超市里面的价钱呀 对不对 那咱们这spy里面是不是放咱们商城的价钱 也就是固质点price呀 price 是不是 那之后呢 咱们来刷一下 看一眼 对吧 右击轻通缓存 硬性中心加载 对吧 那现在这价钱是不是就都出来了 但前面好像少了给人命符号 对不对 符号怎么加 你可以直接在这写给人命符不 可以 对吧 但是咱们说的这样不太好 来得补人民币 咱们直接就把这东西干什么呢 让他用样式来控制 是不是更好一些啊 对不对 那你来到这怎么办 把这个ctrlc一个 然后 v一个 给他添加一个什么呀 before对不对 就在他之前 加之他之前 我们加个啥玩意儿 content给他加个内容 对不对 是不是 那这块呢 咱们就给他来一个什么呀 人民币 人民币 中文书法就是好 是不是 再之后呢 说price 把点price 然后s 对不对 那这回呢 加一个 转圈了 啊 比赋 然后呢 给他来个什么呀 color gray 然后呢 再给他加一个什么 啊 是不是 加一个content呢 人民币啊 是不是 是 说的这么不情愿呢 啊 那来到我们这边啊 我们来刷一下试试吧 看看咱们的预期 能不能达成 对吧 刷新一下 那看 咱们的预期达成了吗 是不是就达成了 是不是 OK 休息一会儿吧